血练仙境 赤月分布那今万观战者所在的观战空间中 无冤,血魔令排名第一 上千万血魔令啊,太夸张了 我赤月仙宫,多少万年没有诞生这种绝世妖孽了 他天赋高绝,绝对有希望夺取血练王者称号 只可惜,还要至少半年时间才能得出结果来 赤月分布的众多护法,地仙上仙原本都在议论着 赤月分布时则无比庞大,内部也有各种派系矛盾 但这一刻,面对无冤取得的成绩,他们都感到自豪 忽然,他们就听到整个观战空间中 忽然回荡起的冰冷声音,叫直接授予无冤 金丹血练王者称号 原本热闹的观战空间,安静了 但紧紧瞬息,整个观战空间又彻底沸腾了 不可思议,这是直接宣布 血练王者 无冤,直接夺取了血练王者称号 血练王者 无冤 王者 第二阶段刚刚开始,甚至大概率还没有开始竞争 就夺取了王者名号 处于这座观战空间中的一位位观战者都激动了 他们或许外无数普通生灵眼中地位崇高 但他们同样有喜怒哀乐 面对无冤的爆发 面对这种刚进第二阶段就获取血练王者的神奇知识 他们依旧失态了 血练王者 我赤月分布漫长岁月中也诞生过不少 但刚进第二阶段就直接宣布 太罕见了 至少最近十亿年来 我赤月分布诞生的那些血练王者 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什么? 王者 这一消息同时在血练仙境白仓分布下属的数千座观战空间中响起 这些观战空间都是因血练之战而专门开辟的 直接得到血练王者称号 太夸张了吧 就算他是血魔令排名第一 就算他天赋排名第一 但天赋终究虚无缥缈 历史上这种公认的血练王者 绝大部分也是要经过第二阶段的竞争才能最终确认 很吓人 血练魔工白仓分布的无数观战者都为之目瞪口呆 若说无缘之前的表现只是天才爵士令人感叹他的天赋 那直接宣布血练王者称号就堪称一奇迹了 而奇迹是最能让人记住永生都难以忘记的 很不可思议但也是实至名归 对 他夺取血练王者称号 虽快得吓人 但总的来说也正常 血魔令第一 天赋第一 他不得血练王者 谁得 来自各大二级分布的无数观战者 虽震惊宣布的速度 不过 对无缘获取血练王者的名号 这一者极少 近乎于无 原因很简单 隶属于白苍仙国的这一座血练战场 若无缘得不到 其他一千多位天才 谁有资格 都没资格 若无缘得不到 其他人 熬起 道云 不 他们不配 不配懂吗 无数观战者如此道 实际上 不只是血练魔宫白苍分布一方 同样关注血练之战的白苍仙国众多势力 同样傻眼了 直接夺取血练王者称号 血练时空 乃是神庭掌控的神秘之地 绝不会有错 既然直接认可无缘 那也就说明 无缘的实力潜力 远远超越其他天才 超越千倍万倍 这个无缘 天赋到底有多可怕 众多关注结果 天仙 星主 都不由议论起来 难不成比卓海月 离下他们还要强 很有可能 血练仙境 白苍未免 那座汇聚中多魔宫天仙 星主的观战空间中 同样一片震惊 直接授予王者称号 多久没有过这样的事了 这些天仙 星主都忍不住议论起来 纵观我白苍分布历史 上次直接授予王者 还要追溯到了千万年前 迅速有熟知历史的星主 给出了答案 千万年 对庞大无比的魔宫白苍 分布来说 已经非常漫长 都能诞生不知多少位天仙了 可想而知有多罕见 难道 无缘的天赋 堪比整个白苍 分布千万年溢出的天才 感觉他的表现没有那么夸张啊 很诡异 唯有一点 血炼时空 绝对不会出错 银河 无缘可是你的麾下 难不成你一点都不知道 这无缘还有什么过人之处 是没有暴露的吗 猛戒星主忍不住 询问鹰和星主 这次血炼之战 猛戒星主原本抱有希望的 熬奇的实力已无比强大 表现也极为出色 只是遇上了妖孽无比的无缘 呵呵 这种事情能随便说说吗 你们就不必太操心了 银河星主打着哈哈 他的心中 其实也疑惑 无缘还有什么隐藏天赋 只是他记得当初见无缘 没有看出还有什么大秘密 难道 我是眼光不行 银河星主有些怀疑自身 思索间 只可惜 无缘如今已进入血炼时空 没法探究太多 银河星主暗道 况且 天才 有些秘密也正常 越天才 越好 银河星主一边和其他星主交流 一边耐心等待着无缘在血炼时空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 现实中赤月魔宫内 银河星主已再度降临了星主殿 并直接召唤来了正处于激动兴奋中的乌天上仙 星主 乌天上仙恭敬行礼 他心中略有斯坦特 无缘虽夺去了血炼王者称号 但血炼之战尚未完全结束 星主换自己是要干什么 你可知道 无缘刚刚夺取了血炼王者称号 银河星主身躯高大无比 俯瞰着乌天上仙 属下知晓 乌天上仙正重道 乃是他们一进入第二阶段 便直接宣布了 按属下所知 这种事情似乎无比罕见 无缘的天赋 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 乌天上仙连忙一口气说了出来 嗯 银河星主颇为满意点头 感慨道 无缘的天赋 的确非常吓人 连我都难以预判 乌天上仙心中不由一惊 星主的意思 血炼时空 直接授予无缘王者称号 这件事不会因为无缘成为王者就结束 银河星主缓缓道 相反 这仅是一个开始 乌天上仙不由一愣 开始 什么意思 做好准备吧 你留不下无缘 我们赤月分布也留不下无缘 银河星主轻声道 留不下 乌天上仙错愕 忍不住道 难道白仓分布要将人要过去 可是 白仓分布不是只有天仙 无缘 一个临身境的小家伙 过去能有什么用处 能得什么好处 乌天上仙感到疑惑 血炼魔宫和衡阳仙界 虽是对等的庞大势力 可两者的统治方式是有差别的 例如魔宫白仓分布 白仓仙国 看似同级 但是 白仓仙国 除了将大片疆域 划分给了麾下强者 由众多强者各自统领 还有大片疆域 是直接统领的 而魔宫白仓分布不同 是直接将权力下放至 数千个二级分布 至于一级分布 仅仅西纳各大分布的 天仙级数存在 血炼魔宫的一级分布 并不直接统领底层疆域 不是白仓分布 因和新主微微摇头 不是白仓分布 无天上仙仙一愣 紧跟着一瞪眼 震惊无比道 魔宫总布 现在就要培养无冤 他身为上仙 虽不像天仙那般知晓许多隐秘 可血炼魔宫许多常规事物 他是极为熟悉的 新主 无天上仙忍不住道 过去 我们都是选拔一批 最顶尖的子斧修士 前往参加子斧血炼之战 魔宫总部 往往都是直接从子斧血炼之战上 吸纳天才吧 且所吸纳的那些天才 大多都会迅速突破到 炼虚境 圣域境 以无冤的天资 即使到了子斧血炼之战上 恐怕都能大放异彩 将来肯定会前往魔宫总部 只是 那至少也要一两百年后了 无天上仙不解道 一两百年 足以他们干很多事了 你说的 那只是寻常天才 英和新主轻声道 对于最顶尖天才 魔宫总部 从来都是会直接插手的 而无冤 能够令血炼时空 直接授予王者称号 纵然只是金丹血炼王者 所蕴含的含义 也非常惊人了 英和新主道 无天上仙一愣 他终究只是上仙 眼界有限 不清楚其中的深层次奥妙 新主 我们该怎么做 无天上仙恭敬道 若时间还有数百年 我们还能慢慢培养无冤 增强他对我 赤月分布的归属感 英和新主轻声道 如此一来 即使将来 无冤前往魔宫总部 亦会对我们有大好处 可现在 好处就少多了 无天上仙轻轻点头 若是数百年后 无冤前往总部 单单赤月分布 培养之功劳 就会得到总部大量赐予 各大分布 尤其像他们这样高阶修仙者 修炼所需的一些珍贵资源 都是由魔宫总部赐予的 整个血炼魔宫 二级分布超过四百万个 何其多 若是赤月分布不努力 选拔出的天才 培养出的天才不够多 不多力功劳 总部根本不会在意 更不会有赐予 所以 在无天上仙眼中 无冤的价值才会那般高 只是 一旦无冤当下就被征召 前往魔宫总部 总部肯定会进行一番审查 那赤月分布的培养功劳 就要少太多了 将来 这个无冤 成就或许会很高 因和新主轻生道 所以 即使他要远去 也得交好 尤其是他的家乡世界 一直在我赤月魔宫 这是一大优势 属下明白 无天上仙连点头 他深知 像无冤这种白仓分布数十万年乃至百万年一出的绝世天才 只要不陨落在修行路上 成为上仙是轻而易举的 几乎板上钉钉能成为天仙了 对 仙杰难度 因人而异 实力越强仙杰也会越强 但也看人 似无冤这种就是天才 一旦走到那一步 渡过仙杰的概率极大 乃至于将来有希望突破成为新主 前提是不陨落 历史上绝大部分天才都陨落于中途了 如天仙 虽受缘漫长 但亦有重重节 难得永恒 新主 却是真正长生之存在 如今整个赤月魔宫 仅有因和一位新主 第一 准备好一份礼物 一旦无冤归来 就送给他 因和新主道 到时 作为我赤月分不回他的鹤里 无天尚先聆听着 第二 封无冤为下山世界的世界主 统领下山世界 无天尚先点头 这是早就承诺的 一个小世界 又不是要彻底分离出去 此封世界主 是符合魔宫规矩的 第三 我阅览过有关无冤的详细卷宗 因和新主轻声道 无冤乃是一级度爱护家人者 她年轻 都还有凡俗家人 送一份千年盐寿果 去给她的母亲 因和新主缓缓道 再好好培养她的妹妹 争取让她的妹妹 将来能够跨入子府境 无天尚先听得惊讶 她也清除无冤的详细情报 这一年来 伴随无冤的爆发 赤月魔宫 早就将整个下山世界 暗中探查得一清二楚 凡俗中 两百年寿元是极限 但千年盐寿果 可令凡俗身躯蜕变 拥有千年寿元 乃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珍 这奇珍还有有诸多用途 仅用来给凡俗盐寿 寻常上仙都未必舍得 至于将无冤妹妹培养到子府境 代价反而要小一些 因为能够靠自身努力成为修仙者 代表都有一定天赋 那么只要循序渐进 肯努力付出一定代价 将其培养成为子府境 并不算太困难 至少以赤月魔宫的庞大资源 做到很轻松 属下这就去办 乌天上仙恭敬道 嗯 去吧 乌天上仙迅速退下 只剩下鹰和星主 站在巍峨的神殿中 他的目光悠远 似在思索着 上一年来 这是帮助的第七十二个了 无冤 你是其中天赋最高的 别让我失望 鹰和星主很喜欢提携后辈 当然 得是那种天赋极高的天才 至少有望成为天仙 才能入他的眼 寻常上仙 比如乌天上仙 若非无冤的缘故 鹰和星主剑都懒得见 金丹血炼之战 最顶尖的那批天才 进入了神秘的血炼时空 暂无消息 但随着大批参战者 从战场活着归来 加上血魔令排行的流传 最重要的是最后 直受无冤为血炼王者时间 令这一场金丹血炼之战 真正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注定会在往后百万年 千万年 都为整个白苍仙国时空范围 无数生灵提起 无冤的名气也为之暴涨 真正想撤整个白苍仙国 名气之大 直追在此之前的 卓海月 黎夏 甚至于 在无数参战天才的心中 无冤的天赋之高 隐隐还在卓海月 黎夏之上 卓海月 他当年参加金丹血炼之战 可有无冤这般耀眼 黎夏 他年龄比无冤还稍大 他若参战 能比无冤强 白苍仙国范围中 无数强者议论着 而很快 随无冤名气越来越大 就有人惊讶发现 无冤竟然是来自 血炼魔宫的赤月分部 虽分属两大势力 可理论上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仙周位面中 赤月仙周 竟于同一时代 诞生了三位爵士天才 每一位拿出去 都是能民动整个仙国的 不可思议 因此也让赤月仙周 一时间备受瞩目 毕竟想诞生 一位这样的爵士天才 都很难 同时诞生三位 概率实在太低了 黎夏和无冤 倒是有些类似 年龄相近 竟然也都悟出了星辰之道 不过 黎夏还参悟了万寿之道 无冤在星辰之道上 明显天赋更高些 天地诸道 中卫法则就那么多 虽碰巧参悟方向有些类似 但没什么奇怪的 这一磊 迅速淹没在无数的争论声中 在外界看来 龙星先宗的李夏 都已在先宗修炼了数十年 是一步步崛起的 和血炼魔宫的无冤 从各种情报来看 根本扯不到一块去 龙星先宗 龙星上 南影上仙的府邸 师尊 无冤练起本尊恭敬行礼 这些天的议论声 都听到了吧 南影上仙笑呵呵道 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嗯 师尊提前准备的好 无冤不有点头 练起本尊关注 赤月仙境中一些情报 自然有所察觉 你这次的表现 的确很吓人 直受血炼王者 已经很久没出现过 南影上仙感慨道 无冤一脸无奈 实际上 他也很猛 你的炼体本尊 在血炼时空中如何 南影上仙问道 得了什么机缘 奇饼师尊 无冤苦笑道 并非弟子不想说 不过 现在尚未得到机缘 其次 有些事 弟子无法说 非不想说 而是不能 无冤摇头道 似有一种无形力量 在压制着我 让我无法到出口 我明白了 南影上仙了然 轻轻点头 和传说中一样 这所谓的血炼时空 乃是不可言之地 不可言之地 无冤一愣 既不可言 为师就不多问了 南影上仙低声道 抓住机会吧 这样的机缘并不多 我